那次说了黑气 人的黑气是怎样形成的呢 师父 黑气嘛 今天做一点坏事 明天做一点坏事 后天动一点坏脑筋 再大后天再多一点坏脑筋 那时间长了嘛 都是黑气的呀 黑气啊 那师父消除黑气的方法是 念经学院放生 对啊 就是要念礼佛呀 要把它自己消掉 就像你讲的 这个白橙山怎么变黑的 今天弄点酱油 明天弄点墨汁 后天又弄点什么脏的东西了 那么时间长了 这件白橙山就变成黑橙山了 那么怎么消了呢 今天洗呀 怎么叫洗呀 洗那么就念礼佛了 就是不断的弹毁自己的毛病啊 就是这样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这边干涉